我们在教科书当中就有看到所谓的单一制跟联邦制 它的一个比较 何者是正确的 联邦制由数个地方知识团体组成 各自享有主权 各位同学你要注意 主权还是属于中央的 除非你要跟我讲的是 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前 倒是所有的州都有它自己的主权 后来成立联邦政府 才把重要的权力 国家的象征交给中央联邦政府 所以主权就不见了 但它其实地方州的权力还是很大 好 再来 B 单一制叫追求全国的一制 地方自治权力较小 同学什么叫单一制 像我们中华民国就是了 对不对 我们就是中央有中央的权限 然后再分配部分的权限给地方 所以地方的自治权会比较小一点 会嘛 对 因为你毕竟你没有 你看像美国那个地方州会有军队 台湾不可能嘛 军队属于国家嘛 好 再来C 联邦制由中央政府享有概括权限 有点错 是地方政府 什么叫概括 我把主要的给中央剩下全部都是我的 这个叫概括 地方权力较大 可以在这边前面错了 诸 单一制属于中央集权 只存在一个地方自治团体 同学 你看我们台湾只有一个台北市吗 我们还有新北 基隆 桃园 台中 彰化 云林 嘉义 不会只有一个 太夸张了吧 好 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很明显 选的是B 单一制追求全国的一制 所以地方自治权力会稍微小一点